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熟悉的强功应援曲 在华山文创园区响起 唱边修兴怒吼 也是挺到底 迎接中华职棒三十周年的到来 陈俊秀 高国庆 王泽君 和罗国华到场暖身 就连中植传奇四大天王 都现身站台 让四位心意求心 一秒变粉丝 他们一直在我们心目中 本来就是球星啦 只是觉得学长他们刚刚 在私底下在碰面的时候 他们的对话都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打棒球的 真的都是这样子 对 我还问金修说 以后我们到这个年纪碰面 我们讲话会这样子嘛 对啊 诚意性吧 因为我觉得他很臭屁 我就觉得很想要以他为目标 对 不管是私底下的一些个性 或是球场上的一些 展现出来的霸气 其实我觉得都是我值得学习的对象 开幕战3月23号 将由失源大战打头阵 而今年另一大焦点 绝对就是陪伴终植 19个年头的彭正敏退休 不舍心情跨越队伍隔阂 尤其是40岁的 统一大森拜高国庆 同为老将感触特别深刻 07年的表现看 到这个年纪还会不会更突破这样 就是证明棒球这种运动是真的是可以达到40岁以上 那听到恰恰退休当然也是很难过啦 但还是祝福他啦 我相信他已经也考虑很久了这样子 老将们陆续退居幕后 小将们一个一个喘出头 但共同点就是对胜利的执着 当然无论难过或开心的时刻 总有活力甜美的啦啦队伴你左右 希望球迷在终植30年 甚至更多年以后还是要一起进场加油 外题新闻采访报导 好我们看右侧的媒体 好我们看